美媒指习近平2019内忧外患危险多,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,2019年,可能面临重重难关。 路透社美国CNN分析,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,2019年,可能面临重重难关,虽然习近平成功集中权力。 写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70周年,今年6月4日,是天安门事件30周年,开始功。 基法轮功20周年,以及达赖喇嘛,离开西藏60周年经济降缓,与美国贸易战,以及南海危机等,有可能转为内忧外患。 也有可能成为中共党内批评的重视之地联合新闻网,今天引述美国CNN报道,指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,在2019年,或因内忧外患不断而如履薄冰。 该报道说,习近平在去年3月,连任中共国家主席,并且靠着修宪废除任期限制,让他成为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中共领导人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指出,习近平在2019年,深陷内忧外患的风暴。 今年是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最重要一年据报道指出,习近平目前面临着各式各样国内的敏感事件和挑战,因为2019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,零周年,残酷镇压法轮功20周年,达赖喇嘛被迫流亡。 60周年这些潜伏的问题,都可能让习近平头痛不已。 报道认为在内忧之外,中国还和美国进行了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,在2018年,针对数千亿美元的大陆商。 品提高关税,虽然目前停战到3月1日,但中国在这段期间,必须对美国放软。 因为贸易战,使得中国过去几十年来,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出现疲态。 各地的基础建设和投资,都放慢了脚步中国经济,已经步履蹒跚了。 报道指就算习近平能够处理贸易危机,美国特朗普政府,和北京政府又开辟了新的战线。 包括南海争夺和中国商业间谍等等,使得经济问题,延伸到了政治和军事问题。 习近平在2019年,对这些事件的处理,将决定他在历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历史位置。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,在经济方面CNN分析中国政府减少债务的行为,导致基础建设和投资放缓,而GDP成长率,也不如以往亮眼。 甚至连一项已发表不实数字文明的中国各机构,也渐渐转为担忧的语气。 美国CNN还指美中,对立除了贸易障碍,延伸到南海及中国间谍问题上。 导致处理难度提高CNN认为,习近平集中权力的做法,也可能导致反效果。 因为他在情况转高时,无疑将可能成为批评的重视之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